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他把我上报去后自己也飞升上来了 我不情愿地看住他说 东华哥哥 我是去打架的 那你骑上来还抱住我 这是不是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 谁还敢跟我打 小白不是说要保护我 那我得跟住你啊 再说 我好不容易娶个美人也得叫人家看看吧 不然他们说我性格古怪娶不到夫人 我觉得帝君的话也有道理 对他说 也好 像我这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美人四海八荒也难找 那你炫耀一下后就下去让我打个架 帝君和小狐狸都话落进连颂的耳朵里 他打去夜华 如今你和帝君是连金 若里帝君他该叫你辜负的 你不如早早把清秋的夫人娶回来 夜华经清冷的脸上连一丝波澜都没有 看住连颂回 三叔若想抬高辈分不如你娶了去 连颂下下 心想当时若不是自己有个花花公子的名号躲过一劫 如今怕是真要做帝君的姑父了 跟东华那样厚脸皮的人童做了清秋的女婿 怕是日日要被算计的 这几个人云淡风轻得向两军阵前走 天族的士兵各个如临大敌 听闻帝君老人家沙发果爵最是清冷 他们站得笔直连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 带三军将士看帝君抱美人同城而过 感觉眼睛像被剑芒刺瞎了 不知道自小看的书是不是出了错误 小燕在阵前抡住悬铁剑骂的嗓子冒烟 她一直想找帝君打架 却从来都没得到机会 如今两族开战 照她的意思天族人不惊打 她要直杀上九重天的 奈何连颂 叶华就来了她的路 颇是沮丧 昨日听聂初迎说东华帝君来了 她兴奋的连叫都没睡 聂初迎哄她说 夺妻之恨必须得打 此刻 仍然看见帝君来了 一脚踹开送茶水的麾下 大步走了过去 我看看小燕又看看 她身后那些不怀好意的魔族人 跳下马对她说 你不去招亲找姬红 打得什么架啊 老子招亲这些日子她也没出来 肯定是被臭兵快藏了 她吃住你还看住锅里的姬红 你又瞎说 我踢了她一脚 帝君只喜欢我一个 那个续扬就是利用你和天族打架 等你的人马打光了 她更不把妹妹嫁给你 好像也有道理她挠头又道 那也不行 我必须和冰块脸拼个高低 这是为荣誉而战 撇了一眼帝君说 反正你还没大婚 我要是把她打废了 你就再找个 你长得还算好看 不远处一个阴冷的声音飘过来 小燕魔君何时同天族要好了 不是说要为姬衡公主讨公道 昨日这女子剑杀我族中人 难不成小燕魔君要归顺天族 你也出淫 老子怎样还要你管了 那个穿大厂被小燕吼的人就是孽出淫 看住她那不应不扬的样子 我就想削她 粗略估摸她该比我大几万岁 论剑术在力量上我该是吃亏的 可我骨子里从没怕子 偏着时她看住我说 听闻这女子气辱过我们魔族的公主 小燕魔君既然喜欢公主 该为她报仇 不如你来给姬衡报仇 我盯住她 她的眼神却看向帝君 似是在揣摩帝君的意思 帝君飞身向马到我身边 抬手帮我绑好头发说 山峰大 小心头发挡了眼睛 帝君这是同意我打她的意思 果然是我自己挑的夫君甚是懂我 两军阵外的山坡上 树叉上还蹲住许多前来观战的家眷 家眷里还有许多美丽的魔族女子 前来看夜华和连宋 却不想 今日撞了大运看见了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却如传说里的 一样高贵俊美却也真如冰一样冷傲 可冷傲的帝君对那个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美长开的小丫头 即是温柔 人群里有人低语 传言东华帝君曾为她抢亲 山坡间顿时一片唏嘘之声 唏嘘声也有远远躲在山后的续扬魔君 她看住帝君给绑头发的女子 不过是个小丫头 哪里就如自己妹子那样文雅温柔漂亮 若是说女子的妩媚击横远上她一筹 可东华帝君怎么就看不上她了 忽然想起她故去的老爹 在临死前还娶了一个两万岁的丫头 她想或许帝君却如属下戏言 老牛爱可嫩草 可妹子也不大 续扬魔君看住聂出营要和凤酒交手 心中暗暗盘算 那丫头定是打不过聂出营的 待她要败下来时 她便抢个心机解了 她的困局给东华帝君一个面子 她发动这场战争 不过是想控制其他几个魔君讨些好处 没必要得罪东华帝君 况且她也看出来帝君虽然没要她妹妹 但帝君似时对姬衡也不同旁人 有了这个想法 她便引到了大军里等待机会 可战场上交战的两人却不如她的意 我手指鼓鼓打造的陶驻剑 已经和聂出营过了七八招 她的法力的确在我之上 好在我先有流光 各个指导又有帝君亲自传授剑法 所以我初见诡诀 她一时间很难猜到我的路子 并没有得手的机会 可这样下去待我体力不知稍有不慎 她的肠肩就会扫过我的喉咙 叶书莹并没有看对手 是个女孩是个小女孩 就有怜惜之心 她早猜到续扬不想真打 遂在魔族里 散播帝君愧对魔族公主的留言 此刻 她就是想要杀了东华的女子 挑起真正的战争 她知道续扬心机多 小艳法力高 若他们在她永远都别想统领魔族 所以一件笔一件凶狠 两军阵前也打得飞杀走时 观战的连颂 叶华起初觉得 帝君只是哄住小狐狸玩玩 过了几间就会上去接她 必定谁都能看出来那是个孩子 可他们发现凤九打起架来 却像变了一个人 她稚气的脸上透住一派杀气 眉宇间全然不是 依偎在帝君身前的样子 一把软软的逃柱剑 含芒若流星 剑速之快之狠之鬼 就是他们几招之内 也是要闪躲的 十几招之后 凤九的体力有些 不知眼见涅出迎战了上风 连颂有些耐不住 看了一眼抱胳膊欣赏的帝君大 不去接她一下 涅出迎那架势明显是要她的命 她也配 连颂眼见着凤九闲闲地躲过了一剑 心口跳了一下 她若有事 魔族估计就要合族被灭了 却听帝君悠悠地诱道 小白聪明 打架也是要靠脑子的 寸实 我的剑只能格挡 涅出迎快速地攻击 想要再攻击她确立不从心 不过 帝君说过败事不见地就败 刘光哥哥说过 不到最后一件事知道死的是谁 她一剑在杀来时 大场上挂的皮毛随风扬起 那是一道灵光 涅出迎喜收集动物皮毛 大凤九当初就被她骗了 念及词我不由地笑 涅出迎觉得自己这一剑下去 就能抵在她的喉咙上 见到眼前却看她诡秘的一笑 笑得她心里一云凸起 剑偏了出去 就在剑偏过时 她眼前闪现的是 九条红如云霞的狐狸尾巴 那九条红尾上的一点点血白 像是冰身上的血绒在她手心上 直见得手顺时无力 可还未多看上一眼 胸前被挑了一剑 腰上也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她到底时有人甩了绳索 把她捆了一个结实 灰晕神军没有慈悲心 也不讲优待俘虏 把她狠狠地摔到了天族士兵的脚下 这一瞬 发生得太快 连颂想不到 续扬更是没想到 他们只看着帝君开心地上前给女孩擦汗 还疼爱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不知是谁不识时机地喊了一句帝君帝后 两军正前 天族士兵迎枪顿地 一时间山谷里都是此起彼伏的呼喊声 我仰头看住帝君 东华哥哥我没打过他 我使诈了 我画出九尾迷惑了他 兵不厌诈 打架也拼尽谋 我的小白聪慧 你打过他了 那我没给你丢脸 我能保护你 你为我骄傲 其实 不用帝君回答 我看住东华哥哥眼里的喜爱 就知道他甚是骄傲自己的小娇妻 能打能杀能闻能悟 我还陶醉在自我的满足之中 就听小燕大骂了一句 废物 他抡住铁剑走过来说 臭兵快脸 他不代表魔族老子跟你打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